我花两万块买下一台即将报废 并且年纪比我还大的家常奔驰一级 据说全东莞有手续的只有两台 你们敢相信吗 它竟然有六个门 一边三个 这以前的奔驰太有气势了 为了不让世间少了一台那么稀有的车 我决定将这台91年32岁的老家伙翻新复活 第一眼看上去以为是个S级 然后它是260E 我问了一圈啊 这应该是一个W124 拿钥匙 我不知道91年的车钥匙是不是真长这样 但是这个后改的遥控器竟然真的能暗响 让我很好奇的是 外观内饰看起来橙色都不错 除了少了中排座椅和优点脏以外 根本看不出要报废的理由 这橙色太好了呀 正当我以为自己要捡漏的时候啊 它的真面目才浮现出来 这外观内饰不是挺好的吗 底盘发动机全都烂完了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惊 因为我也不确定91年的老车还能不能有配件 这都是啥 老鼠做的窝巴 老鼠的藏宝库 直列六缸 机舱里一片狼藉 老鼠进出自如 各种线路被咬断 还打得着吗 车架也基本上浪完了 再看底盘 秀的秀 穿孔的穿孔 一言难尽 我试着打火 果然这个老家伙并没有给我惊喜 这车你得给我想想办法 91年4月份 我93年5月份 何在人数8人 他就像是画了皮 能看到的地方都不错 看不到的地方惨不忍睹 我宁愿他反过来 也许修复他的机会还更大 而目前这种情况并不乐观 这样的老车 报废一台少一台了 我觉得还能试试 要是能把他复活开上路 那真的太帅了 最终 我还是以两万块钱的价格买下了他 我不想放弃 老车来拖车 有手续的 有手续的 那就好玩哦 人家说全东莞就两台 别推太快啊 人家杀不住啊 哎哎哎 刹车 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发动机打着 这可以二段开可以开到90度 没电了没电了 放个电瓶先 谁的电瓶贡献一下 他这边楼上 阿伟阿伟你电瓶给拆了 他打电瓶了 这车跟我不是一个年龄呢 我不懂 哈哈哈哈 哇这滑翠 够黑的哈 可以吗 啊 没火啊 这个车的线路就有点乱了 要给我点时间 看这个线我就冲着 冲着说不起来的有点乱 这里真的直接就是老鼠窝了 里面还有老鼠窝呢 好这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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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喂 哈哈哈哈 哎为啥会这样呢 哈哈 哇哈 哈哈哈哈 哎呀 比我年纪还大两岁的发动机 给找起来了 哈哈哈哈 哇好臭真的好臭 要是能开上 这个老家伙上路 哇哇那真的 太牛 哇靠怎么这么多烟啊 老 老周 又提到开机管的 温度一高就这样了 接下来就是要把全车拆空 开始翻行 这个座椅还是走动的 哎呀 哎呀 这是啥钥匙啊 这是本贵的钥匙啊 因为车框确实太老了 所以在拆的时候都要很小心 不然就拆坏了 发现了一个问题 前门后门这里都完好 但中间这个门 这边都烂完了 锈完了 对面也是一样 我们认知里面家常的车呢 实际上是经过一些改装厂 把车切开拉膛 焊接完成的 大概查阅了一下资料 这个由奔驰委托第三方改装厂 做出来的 这个门就不是奔驰原厂的工具 所以会这样 你看在韩国的地方都是平坚的 那这一边都是平坚的 现在你看这 这是家常的 所以你翻新一个原版的车还好 你碰到那种家常的车来翻新 简直是要命 拆完以后来个全套的惊喜 看看它到底有多少 这刷子都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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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都坏了 ת橋子都坏了 这刷子都坏了 你你在哪有机关公路吗 你还让我想起开 他推出走了 有ье 8 哇这个东西 二手的还要四千多啊 我去 这么厚的镊子 这下又得搭个全球油漆 正气师傅说 光补镊子就补了三天 下次不敢再接我的补 颜色还是按照之前的来 保留它最原先的样子 经过了小半个月 终于可以拿车了 已经看到了 哇精神呢 拖回去吧 走吧 哎呀激动了 我都流鼻血了 别的不说 就外观做了一个油漆 真的就像是哪样 大便一样 哎呀能开动 真的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了 把车顶起来 四个轮骨拆下来 四个轮骨已经完全生锈 又得打一套油漆 这次我们搞个高级一点的拉丝影 最后把所有零件装好房间 这台91年 大和124 六个门的家常奔驰一级 历经一个多月 终于完工了 你说找个前排后排座椅都好找 但是这个中排座椅太难了 这种座椅还好一些 空间多大多豪华呀 它没你想象的那么豪华 它原先的定位是给保镖坐的 就是可能头车是个S级 老板坐在S级里面 然后后面有一个E级 然后这种很多的座椅 然后保镖坐在车里面 所以它就相当于 就是高端一点的那种面包车 拉人的 它能拉八个人 那就想就是像车一到 车里下来八个保镖 那我找座椅找了豪华车的 总是宽了 豪华车的座椅 你装不进去 它就是尺寸不对 你只能把面包车的座椅 移上来 那找一台面包车的 中排座椅 移过来吧 可以 那就底座重新 坐一下 找了一个长安 欧诺的中排座椅 没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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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